陶肉在鐵板上滋滋作響 響起四億 整桌時刻等著大快奪一 這家位在高雄古山區的知名燒肉店 當年開張時幾乎坐無虛席 在當地知名度很高 只是沒想到業者在1號凌晨5點 無預警全部停業 臉書上張貼公告表示 因為內部調整暫停營業 店家表示有買餐券的消費者 從2月1號到2月6號 可以持券到店裡進行退款 不過消息一出讓不少人感到相當錯愕 你聽到她說了有沒有覺得有什麼感覺 有沒有嚇一跳 有嚇一跳 之前有沒有來吃過嗎 多一次 多一次喔 那覺得味道怎麼樣 是不錯啊 這邊是不是因為租金比較貴 那一定的啦 這間餐廳位在高雄博明 與名城入口 每個月租金就要加80萬元 意思是因為敵不過昂貴店租和成本壓力 加上先前又因為疫情虧損上億元 才突然宣布要洗燈 M8這個店面本身租金單價來說 並不算貴 但是因為地平大 所以相對的租金總價也是非常的沉重 那今天員工是不是都還會上班啊 怎樣我們幫忙 關於某餐飲業者 宣布於今日暫停營業議案 那勞工局到目前均未接貨 與本案有相關的爭議案件 那勞工局也會持續的關注此案 店家突然拋出歇業震撼 但讓員工一夜之間就失業 那是否符合大規模裁員規定 恐怕還得要等到市府機場後 點頭才行 近新聞崔岩寧 謝嘉玲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